这天要欺我 我就劈了这天 地要如我 我便碎了这地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 我就是齐天 大圣 就在刚刚 斗战圣佛在西方三大主神的围攻下 逐渐陷入了劣势 而这宙斯老头却还当众嘲讽道 被驯化的猴子不足为惧 可也就是这一句 竟彻底激怒了斗战圣佛 因为在刚才的混战中 斗战圣佛的身体被宙斯多次攻击 他的佛心摇摇欲坠 已然不闻 而就在这紧张万分的时刻 斗战圣佛 竟解开了自己体内最深处的封印 只在一瞬间 他身上的佛光消散 而取而代之的 竟是一股逆天的妖气 这天地间都暗淡了下来 宙斯 奥丁和阿波罗 同时眉头紧皱 这变故绝对在意料之外 而就在这时 这猴子突然动了起来 他双眼血红 手持金箍棒 只取宙斯 而这势大力尘的一棍 也狠狠的砸了过去 宙斯仓促抵挡 可没想到这金箍棒生出了幻影 借宙斯抵挡之力 反弹回旋又是一棍 而这一次 也狠狠地砸在了宙斯老儿的头上 可这还没完 这发了疯的猴子得势不饶人 竟在一秒之内 又打出了无数次的攻击 可怜的宙斯老头 一时间竟被打蒙了 按道理讲 他的实力绝对在猴子之上 可谁能想到 这斗战圣佛 突然间变成了一个疯猴 出手间毫无章法可言 这搁谁谁不蒙 眼见这一幕 主神奥定大为疑惑 这从出手就能看得出来 与之前绝对判若两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当年 孙悟空和六尔弥猴大打出手 这一路竟达到了 西天如来的面前 世人只知 这孙悟空一棒将六尔弥猴打死 却不知 这佛祖竟将六尔弥猴的一缕昏破 打入到孙悟空的体内 而齐天大圣的昏破 也被封印在了最深处 不错 这去西天 成佛而归的乃是六尔弥猴 而此刻 站在场上被释放出来的 才是真正的齐天大圣 只见他停手之后 突然喝道 如来你给我出来 不然休怪我踏平了这里 他环顾四周 放声大笑 你们可还记得 我齐天大圣的名头 这花音刚落 场上的华夏观众 竟齐刷刷的站了起来 大家也都早已泪流满面 不错 在我华夏人的眼里 根本就不识 西天斗战佛 而只认花果山上 美猴王 这个时候 宙思突然说道 你这疯猴 可看清楚 这里是西方 不是西天 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 可没想到 这齐天大圣 却直接反问 就凭你们 也想决定人类的命运 简直可笑 等我收拾完你们 再找如来算账 这花音刚落 齐天大圣 再使身外圣 一分为三 而与之前不同的是 这两个分身 竟同时继承了 齐天大圣的佛法和道法 没错 这才是身外圣 真正的样子 而下一秒 两个分身 直接和两大主神 交战在了一起 而趁此间隙 齐天大圣本尊 竟直扑 阿波罗 这可怜的太阳神 直接被一棍 打翻在地 而更害人的是 他竟骑在了 阿波罗的身上 仅仅只是三拳 打得对方再无反应 而这一幕 也彻底激怒了 在场 所有的西方众神 他们竟打算 集合所有的力量 彻底泯灭 齐天大圣 而就在众神 打算动手之时 场上的妖气 竟猛增了数倍 两个黑影 突然站到 齐天大圣的身前 这不是别人 正是赤鲎马猴 和铜壁猿猴 在这女武神的竞技场上 一时间竟激起了 混世丝猴 而齐天大圣 念念有词 法天向地 施展开来 随着他高大的身影 铜破天际 这场诸神之战 也终于到了 最后的时刻